今天带大家看一下美国的小孩的奢侈品 一个是这个American Girl 一个是这个乐高 这个American Girl呢是卖养娃娃的 她主要受众肯定就是小女孩 她和芭比娃娃不同 她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长相和身材 这个小娃娃看起来胖乎乎的人畜无害 但是她可不简单 绝对是美国小白富美的专享玩具 她这里边很多娃娃都是有自己的名字 还有自己的故事 这正常的娃娃大概是在120美金左右一个 这一个娃娃就已经不便宜了 但是当你入坑了之后 后续的花费更多 最基本的就是她得需要换衣服 她不能总穿一套衣服 她这每一套衣服至少都是30美金起 她出来买衣服 她还得买自己的家具 买自己的厨房 买自己的车 看这里边的每一个小家具 至少也都要几十美金 你把她这些家具都赔齐了 花的钱也快赶上你自己装修一个房子 除了这个娃娃身上的衣服呢 她还有跟这个娃娃同款的这种小孩的衣服可以出售 像这种小小女孩啊 你可以打扮成跟你自己娃娃一模一样的 你以为这些花费就到此为止了吗 那你就戳了 这里是给这个娃娃提供美容伪法服务的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打扮这个娃娃 给她配不同的发型编不同的辫子 今天不是周末 这人少一点 要是周末的话 她这里边都是要站牌的 甚至要打电话预约的 她这里边还有专门的餐厅 你带孩子逛街累了 还可以和你的娃娃来一场 珠光晚餐 这个是专门给这娃娃看病的医院 她这里边完全就都是拟人化的 如果你这个娃娃病好了 她还会给你开一个出院证明 赶脚这点钱不够她挣 这一套下来可就得花不少钱了 一个娃娃平均花费五百美元 所以她这个绝对是美国小孩的奢侈品 至少也得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才能玩得起的玩具 所以她这个娃娃的专卖店 在芝加哥只有市区有这么一家 下面看看美国小孩的另一个玩具 乐狗 这里全都是用乐高拼的 芝加哥的一些著名的建筑 乐狗现在阳格来讲已经不完全属于小孩的玩具了 这很多成天人的也都在玩 这个乐高它现在也都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出 你要是真入坑了 一件一件的买也要花不少钱 这一个车是449 这个钱还是不还税的 你在美国看到的所有的价格都是不还税的 你实际买的时候呢 它大概会加一个10%左右的消费税 这一个车是4个人 我这次开玩的 这一个车是3个人 我这次开玩的 i want it to be a meetup yes yes